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都在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不忘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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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都地少有 看不见阳光 在狮子路口彷徨 谁让他欣赏 无情的海游 露出你笑脸 孤独是我的幽黄 指定他方向 修 最所有000 分析 对 不能 ickets 我 你 只kek 知acements 这个 爹 에는 cono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苦过 谁没跌倒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珊珊 曾大夫她怎么说 她到底怎么说 你快说 美莱目前的情况非接受治疗不可 曾大夫已经替她排定所有的医疗计划 可是全部被她拒绝了 曾大夫要我劝劝她 美莱根本不承认她有病 怎么劝呢 陈先生 单小姐 今天是除夕 你们两位还要留在医院陪季小姐吗 是的 单小姐 美莱现在怎么样 刚刚醒 身体还很虚弱 不过我想由你们两位照顾 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我一会儿就下班 如果有事 你们可以通知来接班的miss正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我们进去吧 我正在家里面的计划 什么?你还要回花莲? 美兰,不要胡闹 我说的是真的 我答应过我妈 要回去过年的 我今天该不回去 明天一定要走 你要回去可以 等你身体好一点 我跟智培一起陪你回去 不必 我不用你们陪 我的身体也好得很 你们不必替我担心 美兰 听我们的话 让医生替你把病治好 再回去 医生已经跟我说了 只要你住院治疗二十一天 你就可以出院了 到时候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们一定不会阻拦你的 不,不 我不要治疗 我没有病 你还说你没有病 那你躺在医院里要干嘛 治疲 治疲 美兰,你忘了 你下午还晕倒过 你还发着高烧 身体也很虚弱 那些都是小毛病 休息几天 用不着治疗 也会好的 美兰,你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固执呢 治疲 你 美兰 就算我求你好不好 不要拒绝一生 不要拒绝我们 求求你 给我们一点机会 为你做一点什么的 好吗 要不然 要不然我们会终身悔恨 一辈子也不原谅自己的 美兰 是不是让我跪下来求你 你才会答应 不要,珊珊 不要 我还是会答应 你不答应我接受治疗 我就跪下去 你这是何苦 我不值得你这样对我 值不值得是我的事 你答不答应 美兰 你就答应了 美兰,你真的答应了 这是姑姑叫我带来的 你的薪水 银中奖金 另外还有一个小红包 我动机这么大 还要什么红包 你回去帮我谢谢董事长 奖金和薪水 我收下了 这个红包 终于了吧 不行,你一定要拿 这代表大吉大利 我希望你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干嘛 先生给太太红包 这是你们家的规矩 讨个其力 希望我们以后有好日子过 你们发薪水了 没有啦,夏晨晨说年底应该比较紧 等过年再补花给我们 那怎么行 大过年的哪一家不等着用情啊 你们这些员工也太好讲话了 说得也是 胡小姐 还有除了那阿喜 都气得不想干了 还是我欠他们再忍耐一下 他们才留下来的 你呀 就是好管闲事 人家走不走 关你屁事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那里啊 幸亏有他们两个 如果他们走了 那些小孩子要怎么办 我一个人也招不了那么多个 你这人真是笨 夏先生办学校 他发不出薪水 孩子没人照顾 他要你抄什么心啊 真是的 大人的事 何必连那小孩子吧 他们总是无辜的 说来说去啊 都是你有理 闹你 你今天总可以不回去 留在家里陪我过年了吧 那可不行 那些孩子都是没有家的孤儿 我不回去陪他们 怪可怜的 你 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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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啦 阿金 你听我说嘛 李文川 我告诉你 这是我跟你结婚的第一个年 你怎么可以不在家里陪我嘛 我没有说不陪你啊 我不能留下 你可以陪我一起到养护中心 跟孩子们过年啦 真的啊 那好啊 我们现在就走 好啊 李老师我要走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你不走的吗 没有啦 我是回家跟我老妈过个团圆夜 明天就回来啦 明天一早啊 我还要煮碗给孩子们吃啊 那胡小姐呢 她是不是也要走啊 她在她在 李老师你放心啦 我们都不会走的啦 夏先生这个夜的薪水啊 还没有花给我们 我们这一走啊 就别想要拿到了 李老师 李师母 失败啊 我先走了 阿喜 祝你新年快乐啊 谢谢 谢谢 大家快乐 阿喜啊 小龙在吗 在 在 在楼上 你拿带孩子回去过年啊 是啊 夏先生不在啊 他出去啦 哦 对啦 我来替你介绍一个人 这位是新来的李老师 这位是李师母 这位是方先生 李老师你好 方先生你好 李老师 他就是小龙的爷爷 他来带小龙回去过年啊 士庭 我爱我 心在恨我 说天不忘 只要有希望 小狼,来 爷 来 接 你 你想 不 想爺爺 想爺爺 跟爺爺 回家住 好不好 爺爺 爺爺 保母 照顧 你 比 這裡 好 你比得這麼快也看不懂啊 黃先生啊 他說你都不在家 沒有人陪他玩啊 有啊 鄰居我很多小孩 都願意陪他玩的 小龍 你爺爺說 你們鄰居 有很多孩子願意陪你玩啊 黃先生啊 他說那些孩子都罵他啞巴了 誰敢罵我孫子 好吧 這兩天過年爺爺放假 爺爺在家裡陪你玩 等過完了年啊 爺爺再送你回來 好吧 去找死 哪個桶子 今天 出草莫 是 魅力 你是 可以 有 你 你 您 哪 是 我覺得到底要不要用 但是我們兩個人 但是我們兩個人 其實我們兩個人 鼻子都沒有說出來而已 我體會得到 我給你起來呀 你不是阿金嗎 黄大婶 您好 恭喜 恭喜 新年好 好好好 也恭喜你啊 阿婧 你回来有事啊 我回来看我妈的 你妈 她不是去台北 跟你们一块过年的吗 没有啊 那可就奇怪了 从年前到现在 我已经四五天没有看到她了 她一直念叨着 要去看你们的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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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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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請問你們的負責員在不在 我們夏先生不在 我是這裡的老師,我姓李 你有什麼事情告訴我也一樣啊 你這裡有個孩子 在外面偷東西 偷人家錢包 誰啊 就是他 他? 他是誰啊 原來李老師的眼睛看不見 那就難怪了 我是這裡的管區警員,我姓趙 他叫馬飛 馬飛 你不認識他 他不是你們這裡的孩子嗎 我認識 我認識 馬飛 你真的 偷了別人的錢包 我們本來要把他移送法辦的 後來因為看他 這個啞巴 同情他 就把他帶回來了 希望李老師能好好管管這個孩子 下次再犯的話 我們就不原諒他了 是 是 那我走了 不走 不走 慢走 馬飛 馬飛 你是不是又做壞事 被警察抓住了 被警察抓住了 哎呀,你知道為什麼還要去做呢? 好,我答應你 好啦,我答應你啦 你先不用謝我啦 老叔還沒有答應你啦 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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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偷別人的錢呢? 老叔在問你啦 你為什麼要偷錢啊? 老叔啊 他就是這種醬脾氣啦 老叔啊,他就是這種醬脾氣啦 換了錯我從來也不認錯啦 你偷錢 想做什麼? 哎呀,李老師啊 沒有用啦 你問的也是白問啦 除夕那天喔,他也是偷了錢 去買了很多鞭炮回來 人家追來啊 看到他手上的錢 變成了一堆鞭炮 體諒他年輕沒有追究 當時啊,我也花他刷鍋子來洗地盤 現在,李老師你在這裡 你看喔,該怎麼處罰他 阿喜 你告訴他 這是最後一次 以後 絕對不可以再發生這種事 哦 馬飛啊 李老師說這是最後一次 以後不可以再發生這種事情 喂... 喂... 唉... 李老師啊 其實馬飛這個孩子的心力 倒是頂善良的啦 他偷錢也不是為了他自己 不是為了他自己 那是為了誰呢 還不都是為了這裡的孩子 這裡的孩子怎麼啦 唉呀,李老師啊 你剛來喔 有很多事我也不方便跟你多說啦 反正你以後就會明白啦 自己馬飛這個孩子喔 他偷錢耶 也不過是想弄點好吃好玩的 給這裡的小孩子們啦 動機呢,還不算壞 李老師啊 你可千萬不能告訴夏先生喔 李師母,你回來啦 聽說你回捧舞器啦 李師母,你回來啦 聽說你回捧舞器啦 阿金,你怎么了? 你怎么不说话呢? 你这么快就回来,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妈... 妈怎么啦? 妈... 妈过世了... 妈... 难怪就从临走的那一天 我就一直心神不凉 人家也睡不好 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发生事 本来 我想等我们结了婚 等工作和生活 都安定下来 就借他老人家 来跟我们一起住 好好地孝顺他老人家 没想到 没想到他就突然来过去 文全,不要难过 法医来宴过世 说妈得的是心急梗塞 所引起的突发性心脏病 他走得很平静 很安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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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 刚刚 Rosen 拿 sund parties 好 不是吗 不不不 我是说你的病 不是那么容易就会好的 我看你还是回到医院去 我叫老姚开车送 不 不要 我不要回医院 医生都答应 我可以出院了 我干嘛还要回去 真的 真的用不着再回到医院去了 真的 那么这样吧 这阵子呢 你也帮我不少忙 年底有一批货差点出了差错 也是你帮我解决 我绝对发给你一笔奖金 要不要我一点心意 你呢 暂时回到山上去休养一阵 山上有你妈妈 你妹妹 我相信有他们照顾你 你的病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 等你的病好了 再回来上班 你看怎么样 不 董事长 谢谢你的好意 我不要奖金 也不要休息 我很好 真的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像是一个有病的人吗 我看你脸色不大好 你还是听我的话 暂时回去一趟吧 不 董事长 你是不是认为我有病 没有能力再工作了 所以 要开除我 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 我完全是为了你好 虽然我会失去一个得力的帮手 可是 我总不能够不顾到你的健康 你放心地回去 你的医药费 你的薪水 工厂都会照付 等你的病好 工厂大门永远为你开展 随时欢迎你再回来 不 董事长 我不能要求你这么做 我身体很好 我可以工作 我不需要同情 不需要施舍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 这怎么叫施舍 怎么叫同情 我们是真的 诚心诚意的 希望你健康 希望你好 你怎么这么估计 别害自己 外国际上 你去吧 是 董事长 我听你的话 回去就是了 顾伯伯说 你又回到身上去 那医生怎么说 你真的用不着再到医院去 本来就没有病嘛 去什么医院 美兰 你看你 你怎么又来了 本来就是嘛 美兰 好吧 医生说我刚刚经过五天的治疗 可以暂时休息 可以暂时休息十天 真的 假的 你不信 算了 好好好 我信我信 那你行李都收拾好了 我这就送你回山上去 用了 我自己会走 那怎么行啊 我也好久没有到山上去走走了 趁这个机会 去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顺便去看伯母和美音 说什么呼吸新鲜空气 说什么看我妈和美音 你是怕我半路上病倒了 才是真的吧 美兰 你放心 我不会那么不中用的 我答应董事长回山上去休养 工厂里就没有人了 你还是留下来 帮董事长照顾工厂吧 不要紧了 工厂有顾伯伯一个人就够了 不行 董事长年纪大了 身体又不好 你不能让他太劳累 再说 我这个厂长是您推荐的 我现在不能坐了 你要负责帮我坐下去 我可不希望 等我从山上回来的时候 这个厂长的宝座 被别人抢去了 你放心了 不会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嘛 好吧 你真的可以一个人走吗 可以 可以啦 要不要我回家支配送你去 不要 不要 你快回工厂去吧 我拜托你的事 你一定要做到 要不然 我可不饶你哦 好吧 那就等我上上回来 再见啦 再见 坐 坐 丁老板 我记得你说过 你们工厂吹少人手 是啊 是啊 丁老板 我虽然今夜不怎么丰富 不过 也在顾董事长身边 坐了一段时间 丁老板愿意给我机会吗 这 李厂长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在柯文兄那儿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到我这小工厂来呢 哦 顾家那个职位 其实是我一个好朋友的 他因为临时有点事 所以要我暂时带离一阵子 现在他回来了 我必须还给他 所以 只好请丁老板收留了 这 老实说吧 柯文兄在我面前夸奖你 不止一回来 我真是怕大财小用了 职位高低 我不在乎 这是评管组的检验员 太委屈你了 没有关系 只要有个工作就行了 好吧 姐姐 我欢迎你到我工厂来 谢谢 谢谢 那以后就要偏劳你了 丁老板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好 对了 能不能让我住在宿舍里 我希望以厂为家 那当然更好了 我马上派人去安排 谢谢丁老板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 就搬过来 珊珊 我只是去看看 干嘛带行李啊 既然美莱要回山上 你又何必还要我去炒他呢 我要你去 当然有我的用意啊 你又在玩什么花样 该不是老掉虫弹 要我陪他去吧 这一次不是啦 你这一次去 有两个任务 除了要让他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养病 最重要的是 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有你在他身边 至少还来得及 送他回台北就医 你知道的 他妈妈什么都不懂 恐怕到现在 还不知道女儿 得了这个要命的病 他妹妹年纪又小 遇到事情 也不可能会处理啊 为什么我去 你也可以去啊 哎呀 凭我的力气啊 万一他昏倒 我怎么抱得动 而且 顾波的工厂 已经少了一个美兰 我非留下来不可 总而言之 你这一趟路 是跑定啦 你就别再婆婆妈妈 啰嗦个没完了 好不好 为什么 是嗎? 未来 怎麼是你啊 金媽媽,我來看美蘭的 美蘭還沒有回來 她答應過年一定回來 現在都沒有回來 這就奇怪了 她跟珊珊說她要回來的 過了年,工廠要上班 哪有時間回來 她有的是時間,她身體不好 回來休養 美蘭怎麼了 沒有,她太累了 工廠放她假,讓她回來 不對,你那說 是不是工廠不要美蘭 不,怎麼會 顧波波和工廠裡上上下下的人 都很喜歡美蘭 你放心吧 山山,你看你們這樣做合適嗎 你是指我讓珠裴上山去陪美蘭的事 这样不太好吧 郭伯伯 我们之间的尴尬和误会 早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没关系的 是吗 郭伯伯 你放心啦 你们年轻人这种关系 我还是弄不清楚 凭年轻说 我倒是蛮喜欢梅兰的 但以后的病 能够快点好 快点回到工厂来 我来见 喂 柯文兄吗 三生在不在 在在在 杉杉 陈伯伯电话 喂 陈伯伯 我是杉杉 杉杉啊 支培到哪儿去了 我下班一回来 听刘小说你下午来找过他 他匆忙忙到花莲去了 我实在想不出来 他先到花莲去干什么 陈伯伯 是这样的 梅兰回山上去了 我不放心 要支培跟去看看 我想反正支培现在也没什么事 就让支培陪梅兰 到花莲去散散心也好 哎呀 你不该让支培去的 他有事啊 什么事 陈伯伯 我打电话给李老师 想问问他到医院检查眼睛的事情 哪想到他工作养护中心的夏祥人告诉我 说李老师的母亲在澎湖去世了 什么 李奶奶他 哎 李老师对我们父子两个 可以说是恩童在照 他现在发生这种事情 我 我们知道应该赶过去安慰安慰他 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嘛 阿京姐 哎 杉杉 你怎么来了 阿京姐 李奶奶呢 已经安葬了 这么快啊 那老师呢 从小爱他 疼他 为他辛劳一辈子的妈妈 临终的时候 他居然不在身边 你说他怎么能不难过呢 这两天 他没事就跑到海边 颓废得一句话都不说 光掉眼泪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对着大海 又吼又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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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老师,你不要这样子 你还有阿金姐 还有我跟芝培 还有当中好多好多的同学 你要坚强起来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还有好多好多事要您去做 老师 小姐 老师 不,这不败 我也不败 看 mijn gto 老师 把 Luther und tahun 阿金姐,我認為讓老師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你應該想辦法勸勸他讓他回台北 我相信只要他能跟那些孩子們在一起 他心底的這股哀傷就會慢慢地淡忘掉 我勸了,是沒有用的 我一說回台北,他就發脾氣 阿金姐,我明天回台北好不好? 不要,我不要再回台北去 就是因為我留在台北 曹惠害我媽媽死了那麼多天 都沒有被人家劃死 我不要再回台北去了 不要這樣嘛,這也不能怪你啊 不要再說了 我說不要就是不要 文針 阿金姐,對不起,都怪我不好 只怪我自己不會說話 才忍他氣傷加強 我實在不是個好妻子 我實在不是個好妻子 在他最悲傷的時候,沒有辦法勸解他 在他最需要人幫忙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幫助他 珊珊,我很殘跪 我真的很殘跪 我實在是個最失敗的妻子 我實在是個最失敗的妻子 阿芝 我們明天回台北去吧 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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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愿意捐钱给我们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吧 怎么没有 你不知道我去募捐的时候 他们怎么说的嘛 如果他们知道我 用他的钱去养个小偷 那可得了 这件事对我们忠心影响太大了 夏先生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 他已经答应我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就不会再换了 夏先生 你就原谅他这一回吧 不行 你讨厌就得下流行为 一粒老鼠屎会搅坏李国舟 我趁早把他赶走 别的孩子也会被他给带坏 不会的 夏先生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地教他 让他改过向下 这样总比把他赶出去 要好多了 什么改过 他是一而再也再而三也犯错了 这种人别看 替他求他们请 叫他出去吃吃苦也好 他就知道做人是不容易的 滚 你滚 你滚 你不要再回来 李老师 你母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已经安葬了 人嘛 生老病死总是免不了的 李老师 别不要太难过了 来 珊珊 你坐啊 阿静姐 老师没有你牵着她 能够从家里走到工作的地方吗 能 从家里走到她工作的地方 走几步左转 再走几步右转 她记得清清楚楚 一点都不会弄错 还不止去工作的地方呢 她 现在不用我牵 一个人啊 可以到好多地方去啊 真的 这还不稀奇 她啊 还常常写文章呢 看不见还能写文章啊 是啊 她是用一部英文打字机写的 她还投稿啊 不过啊 都给退回来了 这也难怪 她记得是中文报社 人家哪有功夫把她的英文 再翻译成中文呢 其实啊 写文章投稿 也不一定要登出来 只要她心里有个寄托 心情好一点 我心里就高兴了 阿静姐 你真了不起啊 以前只是觉得你为人大而画之 对人热心 生活乐观 没想到你也有心细的一面 你真是老师的嫌内住 哪里啊 对了 你跟志裴的婚期 到底改在哪一天啊 我跟老师啊 都替你们着急 我想 等到美兰好一点再说 我希望 看到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 我们再结婚 最好不要拖太久 夜长梦多啊 你们不要再像上次什么 你让我 我让你的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好坏啊 心里最清楚了 不要让大家操心 知道吗 谢谢王妈 大小姐啊 她刚刚打电话回来 说她已经到台北了 应该很快又回到家了 你看 来了 大小姐 陈少爷来了 志裴 林奶奶的事情 你知道了 我刚听王妈说了 老是还好吧 总算是平静下来 对了 你怎么跑回来了 梅兰呢 梅兰她不在山上 她根本就没有回去 什么 志裴 你有没有弄错 怎么会错 我刚从山上回来 我在她家足足等了一天一夜 就是没有看到她人 所以我才急忙忙跑来找你 连家都没有回呢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喂 姑波波波 是我 珊珊啊 你在哪儿 我已经回台北来了 姑波波 美莱有没有到工厂来上班 没有啊 她不是回到山上去了吗 没有啊 志裴去山上没有看见她 那就怪了 她会到哪儿去呢 姑波波 我要挂电话了 麻烦你留意一下 美莱一回来就通知我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姑波波再见 姑波波 美莱 走 我们等她住的地方去找找看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住在这里的房客呢 搬走了 搬走了 是啊 房东要把房子租给别人 所以叫我们重新来粉刷 我怎么回事啊 智裴 怎么办 我们要去哪里找美莱呢 都怪我 都怪我何生生把她逼走的 腿长在她身上 她要走 怎么能够怪你呢 当然要怪我 要不是我让姑波波 逼她回山上聊样 她也不会走的 你也是为她好吗 谁想到梅安她竟然会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机也没有用 我们还是慢慢找吧 你先回去吧 有什么消息我们再联络 少爷 你从花莲回来了 家里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 老爷问起你来 我就说你到花莲去了 老爷还打电话 去问过三三小姐了 对了 老爷说有一个什么人的母亲死了 是李奶奶 我已经知道了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对了 二少爷 我差点忘了 你有封现实信 信呢 在这里 是美兰写的 你好吗 瑟珊 是我 你已经回到家了 美兰来信了 她怎么说 我念给你听 志裴你好吗 杉杉好吗 我很好 请代转告杉杉 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 可是我要再一次告诉你们 我没有病 我真的没有病 我现在在一家工厂上班 如果我有病 又怎么可能得到这份工作呢 好朋友 你们大哥不必为我操心 我活得比谁都健康 志平 杉杉 你不必来找我 如果你们仍然为了我 坚持不肯结婚 那你们今生今世 永远不会再见到我 这个决定 虽然对我来说 比对你们更残忍 可是为了不让我自己 成一个罪人 我不得不狠下心情 如果你们还想见到我这个可怜 一无所有的朋友 那么就请你们早一点 牺牲不如结婚的地方 我答应你们在结婚的那一天 一定来看你们 你们的朋友美兰相 杉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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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杉杉你怎么了 志平 你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看 我们不如就照美兰的意思去做 照她的意思 你是说 我们马上结婚 免得美兰 老是因为我们为了她 把婚事拖着心里有个负担 她这次不告而别 有一大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这个原因消失了 我们就可以见到她了 那万一她不来呢 这个 我们再找找看 对了 你看看星空上的油搓 是从哪里寄来的 台北 可是台北是这么大 人海茫茫的 上哪找啊 你刚从花莲回来累了 今天先休息 明天 我们再想办法好好地找找 反正 就算是海底烙针 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到